好,那我们现在在相隔很久之后 终于又要来看到你的另外一篇文章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题目 题目叫做My way of reducing or escaping stress is 好,那这边的话其实你就要先做一个决定 就是说你到底是要写reducing还是escaping 好,那你如果选好了之后的话 就固定在某个上面 因为老师发现说看你的文章的时候 你在某个地方会忽然跳到escaping 可是事实上你定的题目是reducing 好,那如果你定的是reducing的话 Well, please stick to it OK, don't kind of jump to and fro OK,有时候讲reduce 有时候又讲escape 这样就不太好 OK,所以这是第一个要注意到的地方 OK,好,那当然因为它题目这边呢 它除了第一个字大写之外其他都小写 好,那既然题目是如此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讲错就错啦 好,那要不然的话你如果呢 要比较明确的写的话呢 其实是最好要把它大写 好,不过呢 它这边其实它出题有个瑕疵 就是说这个到底是你的topic 还是所谓的topic sentence 好,这边呢是有点问题的 其实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个所谓的主题句啊 比较像是一个所谓的topic sentence 也就是说它要让你在第一段开头的地方就是写 My way of reducing stress is 点点点点点 OK,所以它才会用这样开头啊 因为其实这个呢当做标题 其实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怪 是可以啦,但是不是很好 OK,不过anyway它就已经跟你讲说是题目 那你就把它按照就是当作题目一样抄下来吧 好,只是你要决定一下说 到底你是要用reducing还是escaping OK,好,那所以呢 底下的提示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嗯,它说你会用哪些方法来减轻或者是逃避 OK,然后它说你最喜欢用哪一种方法来减轻你的压力呢 请用一些特殊的细节或例子 好,那这边其实讲到特殊的细节或例子呢 其实就是希望你能够怎样 你能够从自身的经验出发 OK,那我想你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你讲到说打篮球啊 就是说你自己喜欢做的活动 OK,好,所以呢 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才对的 好,那切记,切记就是说 因为大部分现在的英文作文题目呢 都是还蛮生活化的 所以呢,你都可以从尽量从自己的经验出发 因为那样子写起来会比较有感情 比较有感觉,也比较有感情 你如果呢,讲一些其其他大有的美的别人的 毕竟那个都是比较老套的 所以你可以呢,讲一讲自身的经验 这样子会比较好 OK,好,所以呢 除了题目的地方你要稍微选定 你要先选定 你到底是要reduce还是escape 接下来就focus在你选好的题目上面 除了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以外 其他呢,我想应该是还不至于太容易跑掉才对啦 好,那所以我们待会呢 就来看一下你的文章 好,先这样,拜拜 拜拜